卡到脖子 還好 他們偷 通常才都靜掉 還好還好 動作系難免受傷 我覺得作為男人OK啦 這次非常榮幸 在贏家這部電影我飾演 李冠軍這個角色 李冠軍 全拼力 所以一開始我就覺得這個名字 太有影響力了 冠軍 做任何事情 我都有拿冠軍 連賭博都有拿冠軍 而且賭金錢不夠刺激 賽車也不夠刺激 不要的就是人性 我已經玩到最後是賭人性 我贏了這個人性之後 我應該怎麼樣的表現 所以我在現場就來了一段 即興的一個很簡單的舞蹈 這個可能在我以往的角色裡面 從來沒有發現過 因為以往的角色 大家對我的印象都比較好人 然後正義的化身 然後比較木納 然後成功的成員 但這一部呢 我跨越很多自己的演技 就譬如說 眼神 很犀利 把人性呢 玩弄於鼓掌尖 所以有很多的反差 是很出彩 而且我演得很過癮 到時候大家一定要非常期待 這支戲裡面呢 我最主要的對手呢 就是南欣 南欣演師天才這個角色 天宅啊 戲裡面有一句台詞呢 我常講說 你是賭博的天才 我是商場的天才 當天才碰到天才 只有一個天才能生存 就是因為這一種 天才碰到天才就 應該是人性的那種相惜的一個道理 所以在戲裡面我跟南欣呢 鬥得非常激烈 我們鬥的不是金錢 我覺得鬥的是人性 當然我玩弄人 最後呢 我自己也受到報應 可能要有觀眾到時候 到戲院去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完全跟 一般的想像中 賭博電影完全不一樣精彩的東西 它不是像賭博電影這麼膚淺 它講到很人性的深層面 那戲裡面呢 我跟另外一個姨菲 Constance 我們對到戲的是 幾乎都是在賭局的角色 戲裡面我非常喜歡姨菲 然後姨菲呢 很喜歡天才 我覺得越得不到的東西 我越想拿到手 所以你說我跟南欣 姨菲我們三角的關係呢 有一個非常複雜的 愛情 人性的一個糾葛 最後呢 當然姨菲是在 我手上 然後這部戲還有其他演員 Refeka 還有鄭克平 鄭克平是演一個很囂張的拿督 然後跟他拍戲也很過癮 還有Uncle Lin 那個陳大哥 還有戴陽天 戴陽天是演我的助理Sky 演一個酷酷的一個帥哥 等於是新加坡最好的演員 我都合作到了 真的非常的開心 贏家 Yea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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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